天官赐福 作者莫香同秀 第十八章 普吉冠鬼谈半月关 上一章我们说到 谢连把村民们抬过来的那名道人给救醒了 细问之下 才得知他是从千里迢迢之外的西北半月关一路逃命至此 道人告诉他们说 曾经是戈壁绿洲的半月关 如今早已被一个妖道盘踞 人若想要从此过 那是九死一生 凶多吉少 早就不是风景靓丽的半月关 而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半命关了 这种情况足足持续了一百五十余年 谢连虽想再进一步的问 可是从刚才交谈一开始 他的心里就一直觉得隐隐的哪儿有些不顿 说到这里 怎么也无法掩饰住心头那种怪异的感觉 于是收住了话头微微的拧起了眉 这个时候三郎忽然说了一句话 你是从半月关一路逃回来的吗 一句话点醒了谢连 倒了一碗水 端到老道的面前 这有水 这位道友 喝上一口吧 可看着这碗水 这道人脸上有一丝犹豫 一闪而顾 看之前的情形 这位道人是从西北一路奔逃而来 一路逃命要紧 必然是没有闲暇 好好地进食饮水 这才到了仆寄村 终于体力不支 虚脱而倒地昏死过去 可他苏醒之后 对着供桌上的食物和水 一丝欲望都没有表现出来 甚至看都没有看过一眼 不对呀 这实在是不像活人 在二人的注视之下 那道人这才拿起了水碗 勾搂着腰 慢慢地喝了下去 这样子非但不像是九汉冯甘霖 反而是有些迟疑戒备 在他喝下去的同时 谢怜的耳中听到了清晰的咕咚咕咚之声 仿佛是在往一个空罐子里灌水的声音 刹那间他星下雪亮 一把握住了对方的手 别喝了 那道人手一抖 惊疑不定地望着他 谢怜微笑道 喝了也没用 不是吗 那道人文言脸色一变 另一只手抽出腰间铁剑 向他迎面刺来 谢怜力定不动 举手一弹 当的一声 轻轻地弹开了剑锋 那道人见他依然紧握着自己的那只手 咬牙猛地一抽 谢怜只觉那条手臂忽然的一别 仿佛是漏气的球一般 扁了下去 从他的掌中 撕溜 挣脱了 那道人一挣脱出来便向门口逃去 谢怜却不着急 在这种无外界阻挠之力的地方 这道人便是再逃出石杖 若爷也能把他拖回来 可谁知 他刚刚抬了抬手腕 一道风锐至极的破风之声便从他的身边穿了过去 那声音 犹如有人从他身后射出了一只利剑 直接把那道人穿覆而过 钉在了门上 谢怜定睛一瞧 那竟是一根竹筷 他一回头 三郎好整以暇地从桌边站起 与他擦肩而过 把竹筷慢慢地拔了出来 在他面前晃了两下道 脏了 待会儿丢了吧 那道人受此重创 竟是完全没有呼痛之声 无声无息地倚着门 慢慢滑了下来 他腹中鼓鼓地流出的 不是鲜血 而是清水 不用说了 正是他方才喝下去的那碗水 两人都在这道人旁边半蹲了下来 谢怜在他窗口处按了按 感觉这个伤口 犹如一个鼓鼓囊囊的气球上被扎破的洞 往外嗖嗖地透着凉气 而这个道人的尸体 也在渐渐发生变化 方才看他 明明是条大汉 可现在 仿佛整个人都缩小了一圈 面容和四肢都有些萎缩 并且还在不断地缩小 看起来 倒像是个小老头了 谢怜道 是个空壳 有些妖魔鬼怪 自身无法幻化出完美的人形 便会想个另外的法子 制造空壳 他们会用一些十分逼真的材料 精心制作一副人的假皮囊 这样的皮囊 往往会参考真实的活人 有的时候 甚至是直接拿人的皮囊做成的 掌纹指纹头发自然完美无缺 而且这种空壳 只要他们自己不穿上这层皮 就不会沾染上鬼气 也就不会害怕那些辟邪符咒 这也是为什么门上的符咒 并没有把这名道人挡在外面的原因 不过这样的空壳 往往也很容易被识破 因为他们毕竟是空心的假人 如果没有人穿着这身皮 那么就只能够按照操纵者的指令形式 而这种指令也不能太复杂 只能是简单的重复的 预先设置好的事情 所以他们的神态举止 通常较为呆滞不像活人 比如 他们会重复一两句话 做同一件事情 或者自问自答 答非所问 和人多说几句话就会露馅 然而如何甄别空壳 谢怜有个更为实用的办法 让他们喝一碗水 或者吃个东西就行 毕竟嘛 壳子是空心的 没有五脏六腑 他们吃东西或者喝水时 就犹如往一个空罐子里丢东西 或者灌水一样 能听到清晰的回声 和活人进食饮水的声音 是完全不同的 那道人的尸体已经彻底的憋了下去 差不多已经是一滩软啪啪的皮了 三郎用那根竹筷压在他皮肤上点了两下 丢了筷子刀 这壳子有点意思 谢怜知道这少年指的是什么 这名道人的神情举止 他们都是看在了眼里的 岂止是逼真 根本就是个活人 与他交流是对答如流 可见操纵者的法力惊人 谢怜看了他一眼道 三郎 看来你对这种艺术 也是颇有涉猎 不多 这个空壳特地找上门来 向他告知半月关之事 无论是真是假 目的都是为了引他去半月关 为求稳妥 还需上通灵阵问问 谢怜掐指一算 算出剩下的法力 还足以支撑他再用几回 便掐了个绝 上了通灵阵 一路阵 里面竟是难得的热闹 并且不是因为忙于公务而热闹 似乎是大家在玩什么游戏 嘻嘻哈哈地笑成一片 谢怜正颇感惊奇 只听林文道 哎 殿下回来了 这几日在下面过得怎么样啊 哦 还好还好 哎 大家这是在做什么 这么高兴 哦 风师大人回来了 正在散功德 殿下不去抢一抢吗 果然 谢怜听的镇内 数位神官正在声嘶力竭地喊 一百功德抢到了 哎呀 为什么我只有一功德 哎呀 一千 一千 哎呀 谢谢风师大人啊 这神仙抢功德怎么和我们抢微信红包一样啊 谢怜心想 莫非这是天上掉钱 大家正在捡 虽然他的功德箱里是空空如也 但一来他不知要怎么抢 二来 其余诸位神官都是彼此相熟 抢一抢玩闹也无所谓 他突然插进去 就有些奇怪了 于是也不在意 自顾自地问道 诸位 半月关这个地方你们知道吗 此话一出 正在兴高采烈抢功德的通灵阵 瞬间沉默 谢怜再次略感郁闷 他以往发些小诗和秘方 大家沉默也就罢了 因为其余的神官们也不发这些 那他发的话 可能的确是有些格格不入 可是通灵阵内 经常有神官们开口询问一些公务上的问题 比如 你们谁认识哪个鬼啊 好对付吗 你们谁的地盘在哪啊 能不能帮个忙啊 有时候大家也是各书己见 有建议的给建议 没建议的也好歹说声 回头有空我帮你问问 他问半月关 也算是公务 没有理由一开口照样是全场死计 半晌 突然有人喊道 风诗大人又散了十万功德 哇 通灵阵内瞬间又活跃了起来 众神官纷纷地抢功德去了 也就没有人在意他方才问的那句 谢怜知道 此事恐怕并不简单 在阵内大概问不出什么来了 心想这位风诗大人 当真是大手笔 一散就是十万 好生的厉害 正要退下来 忽然灵文私下发给了他一句 殿下 你为何忽然要问半月关 谢怜便把一副空壳 找上门来的事说了 道 那壳子 假作半月关逃出来的幸存者 必然有其目的 不知其所言是真是假 我便上来问问 这地方怎么了 灵文那香沉吟片刻道 殿下 这件事 我劝你莫要沾手 谢怜多少也料到会有这么一句 否则也不至于持续一百五十年也无人问津 而他一问 就全庭沉默 他道 每逢过关 失踪过半 这事是真的 嗯 梁九灵文才道 是真的 但这件事 我不好多说 谢怜听出他言语里 颇带斟酌之意 怕是有为难之处 道 好 我明白了 你既不方便 那就莫要多说 我们也没有私下谈过这个话题 都是我自己乱撞撞上的 二人虽是私下对话 灵文也是压低了声音道 殿下 我再多说一句 你若是要查此事 别让其他神官知道 而且 不要从天界走 收了神石出了通灵阵 谢怜起身 沉吟了片刻 抬头道 三郎 我怕是要出一趟远门了 灵文告诫自己 莫要被其他神官发现 足见此事牵扯不小 而如果他直接上天 再跳到半月关去 方便是方便 但如此出行就会被记录在侧 而且若是有谁在通道里 动了什么手脚 跳下去究竟会落到哪里 还真不敢说 如此看来 只能徒步去半月关 那具空壳 既然自己送上门来 便是想框他过去 去的肯定不会是什么好地方 可三郎却道 好啊 哥哥 不介意烧上我吧 谢怜一睁 用扫帚把地上那摊假皮囊 扫到一边道 路途遥远 风沙奸行 你为何要跟着过去 你想知道半月妖道是怎么回事吗 文言谢怜动作一顿道 连这个你都知道 半月关 两百年前乃半月国所在之地 半月人力大无穷 且性情凶悍好斗 时常骚扰中原之地的百姓 半月妖道 就是他们的国师 谢怜把扫帚往墙上一靠 就要坐下来详细听 这时 门外传来一阵 哭哭的敲门之声 此时天色已晚 村民们被谢怜那一具重鞋 吓得都缩进了屋子里 不敢出来 这会是谁在敲门呢 谢怜站到门口 屏息片刻 没感觉出门上有符咒的一动 紧接着又是两声 哭哭 听着声音 似乎同时有两个人在敲 他略一思索 便打开了门来 果然 两个黑衣少年站在门口 一俊朗一青雅 正是南风与扶摇 谢怜与他们对望一阵道 你们两个 哼 扶摇率先翻了个白眼 南风披面开口便问 你不是要去半月关吗 你们从哪听来的 他本以为又是灵文去中天亭 问了一通 拉来了帮手 可转念一想 灵文告诫过自己 莫要让旁人知道 自然也不会声张 南风道 听几位神官路上谈了几句 说你今天在通灵镇里 问了半月关的事 谢怜便了然了 双手拢在袖子里道 明白了 我自愿是吧 是啊 二人都是一副咬牙切齿 面目扭曲的表情 谢怜忍君不惊倒 懂了懂了 不过事先说好 这次去半月关 途中若是遇到什么 不能应付的事情 欢迎随时跑路 谢怜的人生准则便是 不要勉强他人 无论是勉强他人做一件事 还是勉强他人 不要做一件事 都是勉强 一件事 做了到底好不好 只有做了才知道 你若是勉强一个人 做一件事 那即便是他做了 心中也不会认可 若是你勉强一个人 不去做一件事 那即便他没有做 他心中一直会 千方百计的惦记着 总有一天 他会做的 所以万事顺其自然 想来就来 想走便走 当下侧开了身子 请他们二人进屋细说 谁知 那二人一看他身后 那名歪歪坐着的少年 原本微黑的脸色 瞬间变成了铁青 南风闪身近来 抢在谢怜面前道 退开 更多节目下载 荔枝FM收听 天官赐福 作者墨湘同秀 第十九章 蒲奇冠鬼谈半月关 三 接上文 谢怜与三郎二人 正欲去半月关 门口来了二位 正是南风与扶摇 正欲同去 可谁知 二人一见 谢怜身后的三郎 脸色突然变得铁青 南风闪进身来 抢在谢怜的面前 谢怜道 怎么了 三郎坐着一摊手也道 怎么了 扶摇猝眉道 你是什么人 哦 我的一位朋友 谢怜解释道 三郎满脸无辜的道 哥哥 这两个是什么人 听他喊了声哥哥 南风嘴角一抽 扶摇眉毛一抖 谢怜对三郎举手道 没事 不要紧张 南风却喝道 别跟他说话 怎么 你们认识吗 哼 不认识 扶摇冷声道 不认识 那你们做什么这么 话音未落 谢怜忽然觉得 两边有什么东西在发光 不经意的回头一看 那二人竟是同时在右手中 聚起了一团白光 一股不妙的预感油然而生 谢怜盲道 打住打住 你们不要冲动啊 那两团凭空冒出的白光 滋拉滋拉的 看起来十分的危险 绝对不是普通人手上能冒出的东西 普通人的手上 最多冒点 手汗 也有些个男同胞呢 手上也能冒些白色的东西 不过不是这种白光滋拉滋拉的 是滴滴答答的 具体是什么东西 与本文无关情 有兴趣的自行百度 反正三郎 看了非常的高兴 连拍了两下手掌 礼貌性的捧场道 神奇 神奇 这两句称赞 当真是毫无诚意 谢怜好容易抱住两个人的手臂 南风回过头来看他怒道 这人你哪遇到的 姓圣名谁 家在何方 来历如何 为何要跟你在一起 哦 我路上遇到的 叫做三郎 其他的一概不知 因为无可去 所以就让他跟我一起了 你们先不要冲动好吗 你 南风一口气憋住 似乎想骂 但强行咽下质问道 你一概不知就让他进来了 你就不怕他有所图谋吗 谢怜心想 南风你这口气 怎么是要当我爹啊 若是换了一位神官 又或是换了一个人 听得一个年纪比自己小的人 这般说话 心中早就不快了 可是一来 谢怜早已经对各种 呵斥嘲讽 做到了完全无感 二来 他知道这两个人是出于警惕 归根结底也是好意 因此并不在意 只是无言了片刻 问道 那你们觉得 我有什么可图谋的 嗯 此句一出 南风与扶摇二人 灯石雨色 有道理啊 若是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有所图谋 通常都是因为怀弊其罪 可令人悲哀的是 你仔细想想想了又想 竟然完全想不到 如今的谢怜 他身上有什么东西值得图谋的 劫色呀 当然了 那是后话 虽然在听的各位99%以上的都知道 但是这里还没有说到啊 赞不提 反正现在仔细想来想去 这两位小哥想不到如今的谢怜身上有什么值得图谋的 此时只听得三郎道 哥哥 这两个人是你的仆从吗 仆从这个字不对 确切的来说应该是助手吧 是吗 三郎站起身来 随手抓住一样东西 往扶摇那边一丢倒 那就帮个忙 扶摇看都不看就抓住了那样东西 拿在手里 低头一瞅煞石黑气冲顶 这少年竟然是丢了一把扫帚给他 他的那副表情 仿佛要当场把这扫帚和少年一同批为粉末一般 谢怜连忙顺手把扫帚拿了过来 道 冷静冷静 我这里可只有这一把 谁知话音未落 扶摇手上那团白光便放了出去 他力声道 速速现行 可三郎根本没有着力闪避 仍然保持着暴毙而坐的姿势 只微微一偏 那道炫目的白光打中了贡州的一角 桌子一歪 噼里啪啦 背盘完展白花花的摔了一地 谢怜微微一扶额 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一摆手 弱烟揍出 将南风与扶摇二人手臂给绑住 两个人挣扎了两下没睁开 南风怒道 你干什么 谢怜比着手势道 出去 出去再说 再一挥手 弱烟灵便拽着二人飞了出去 谢怜回头对三郎说了一句 马上回来 反手关上门 来到灌前先收了弱烟 再拿过门前那个牌子 放到二人面前对他们道 先不要说话 念一遍 告诉我这是什么 扶摇对着那块牌子念道 本贯微房成求善事 捐款修善积累功德 啊 微房求捐款 你写的 嗯 我写的 你们若是继续在里面打下去 那我求的就不是修房 是建房了 太子殿下 南风指着扑其贯道 你不觉得那个少年有古怪吗 当然觉得 那你明知道他危险 还把他放在身边 哎 南风啊 你说这话就不对了 世上人匹信和奇遇千千万万 古怪他不等同于危险 须知在旁人眼里 我看上去也很古怪 但是你们觉得我危险吗 我想好了再说 嗯 这当真不能反驳 这人分明长得一派先锋道骨 玉树临风的模样 却偏偏整天都在收破烂 可不是古怪到家了吗 谢连又道 而且我不是没试探过他 二人神色一宁道 怎么是的 结果如何 谢连便把那几次都说了 道 毫无结果 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 若他不是个凡人 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了 绝 扶摇冷笑道 哼 说不定真是绝呢 我还是腕呢 谢连温声道 你以为人家绝境鬼王 像我们一样闲吗 到一个村子里 陪我一起收破烂 有道理 小山坡上 脯气惯外 三人都只听得那少年 在屋内慢慢悠悠 走来走去的声音 听起来狭义得很 仿佛一点也不担心任何事情 谢连拍拍二人的肩膀道 我跟这小朋友挺投缘的 那既然投缘 我又没什么值得为他图谋的 别的就不要在意那么多了 不行 半少 南风沉深道 还是得想个办法 试一试 他是不是绝 谢连知道 拦拦不住 揉了揉眉心道 那你们是吧 不过不要闹得太过分 你们毕竟是天庭的神官 人家说不定 真的只是一个离家出走的小公子呢 有好一点 不要欺负他 听到不要欺负他这一句 南风一脸的一言难尽 而扶摇的白眼 简直都要翻到后脑门去了 再打开门来 三郎正低头坐着 似乎在检查那供桌的桌角 谢连倾咳一声道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再看这桌子修不修得好呢 方才只是一场误会 你不要介意 既然你说了 我又怎么会介意 兴许他们是看我眼熟罢了 哼 是的 是有点眼熟 所以可能刚才看错了 哈哈 瞧得很 我瞧这二位也有点眼熟 那二人仍然是警惕 但也没有什么过激的举动 南风闷声道 给我腾一片地方 我画阵法 既然这两位小神官加入 那便不需要徒步去半月关 他们身负法力 自然可以用那缩地数 缩地数 乃缩千里山川为一步 虽然这缩地数 每用一次就有几个时辰不能再用 但也算是极为的方便 谢连收了地上的席子 道 画这儿吧 方才扶摇进来的时候 没仔细看灌内的陈设 现在呢 在这歪歪扭扭的小屋子里边 站了一会儿 四下打量 一副浑身不自在的模样 促眉道 你就住在这种地方 谢连给他拿了个凳子道 我一向都住这种地方 文言 南风动作一顿 须仪继续化阵 扶摇没坐 神色微微地凝了一下 也不知道 他脸上究竟是什么表情 有三分像是争住了 也有两分像是在幸灾乐祸 然而他很快收起了 这副异样的神色 又道 床呢 哈 就是这个 谢连抱着席子道 南风抬头看了一眼那张席子 又低下了头 扶摇瞟了一眼一旁的三郎道 你和他一起睡的 有什么问题吗 半少 那二人再也没有憋出一句话来 谢连便转头道 三郎 方才你说到一半就被打断了 那半月妖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继续说吧 哼 三郎方才盯着他们 似乎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目光漆黑黑的 听谢连问他 这才回过神来微微一笑道 好 那半月国师 乃是妖道双师之一 妖道双师 必然是两位 那还有一位是谁呢 是中原的一位妖道 叫做方兴国师 谢连微微睁大了眼 继续听下去 原来半月人汉勇好斗 又地处骑士 掐住了中原与西域 往来之路的重要关卡之一 两国在边境之地 时常冲突 摩擦不断 大小战事纷繁 两百年前 中原一王朝 终于出兵攻打半月国 这半月妖道 乃是半月国一名孤儿 幼时遭人厌弃 四处流浪 长大后不知从哪 学来了一身 要挟的本领回来 半月人设于其法力 奉其为国师 尊敬有加 两国交兵 久久拉锯不下 国师开谈祭天 说是要为了半月士兵护法 于是 士兵们杀气大涨 士气大增 死守城门 流屎巨屎滚油刀剑 死杀连天 可谁知道这位国师 竟是在战斗最激烈的那一刻 突然大开城门 这城门一开 数万敌军顺时便疯狂的涌入城中 铁铁踏过 整座城池瞬间变成了一个血祭坛 那半月国师得此逆天血迹 终于是妖法大成 从此成为盘踞一方的凶 而半月国 则从此成了半月关 说来也是奇怪 那半月关所在之地 原本是一片绿洲 半月国灭之后 仿佛是被邪气侵袭 绿洲也逐渐的被四周的戈壁所吞没 据说有时夜里 人们还会远远的看到 身材高大 手执狼牙棒的半月士兵 在戈壁上徘徊游荡 原先此处 也是有好几万的居民 都逐渐生存不下去了 逐渐的迁移离去 而同时也有一个 每逢过关 失踪过半的传说 渐渐的流传开来 这每逢过关 失踪过半 说的就是 若有商队从此过 就必须留下买路财 而所谓的买路财 说的不是钱财 而是人命 因为半月妖道 要拿这些路过的活人 去喂养那一成的半月士兵的亡魂 避免这些亡魂 饿疯了没东西吃 反噬自己 扶摇皮笑肉不笑地道 哼 这位公子 你知道的可真多 哪里哪里 你们知道的比较少罢了 谢怜忍俊不惊 心想这小友 真是牙尖齿利 又听得三郎揽声道 不过这都是一些野史 和智怪古籍里的说法罢了 谁知道是不是真有这样一位国师呢 甚至有没有半月国都说不定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FM收听 天官赐福 作者墨湘同秀 第二十章 苏帝千里 风沙迷行 上一章我们说到 南风与扶摇 下界来相助谢怜 对于谢怜身边的三郎 甚是怀疑 本想出手一事 却被谢怜拉开了 说这个人你们说的没错 他确实是奇怪 但是奇怪归奇怪 他没有理由来害我呀 是吧 完全没有犯罪动机呀 我这一穷二白的 他害我有什么好处呢 图什么呢 他虽然奇怪 但奇怪也不见得他到处害人呢 你看我也是非常的奇怪 但我害人了吗 二人一听 说的真有道理 握进无言以对 便当作无事发生 不再纠结于此处 既然决定了要去半月国 那最好能先了解一下 半月国的情况 谢怜示意三郎说 你方才说到一半 现在正好继续说下去 三郎一听来劲了 一摔醒目 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把半月国如何的衰落 半月腰道如何的盘踞 从半月国变成了半命官 等等等等来龙去脉 一一地交代了清楚 常看动画片的小伙伴们都知道 这种人通常会被在弹幕里刷 解说地 三郎在说完之后 最后还补充了一下 说这不过是野史 智怪古籍里的说法罢了 是否真有这些事 说不定 谢怜却道 虽然都是野史传闻 不过半月国应该是 的确存在的 好啊 谢怜欣想 总不见得告诉三郎 两百多年前 那个半月国还没出什么 腰道的时候 自己就曾在那里收过破烂吧 这时 南风已在地上画好了一个层层叠叠的阵法 起身道 好了 什么时候出发 上一章我们介绍过 这个层层叠叠的阵法 叫做缩地数 缩千里山川为一步 虽然说这种缩地数 每用一次 就有几个时辰不能再用 而且对于施数者 他的法力消耗也是极为厉害 但现在要去那么远的地方 就得用缩地数 因为它极其的方便 就现在吧 谢怜说着 迅速收拾了个包袱 来到门前 他将手放在门上道 天官赐福 百无禁忌 轻轻地一推 推开门时 门外已经不见那一片小山坡和村庄 取而代之的是一条空荡荡的大街 这大街虽然道路宽阔 却是寥寥无人 半晌才能看到一两个行人 不是因为线下天色暗了 而是因为西北之地人口稀少 本来如此 再加上靠近戈壁 就算是白天 估计路上行人也不会太多 谢怜从屋中走出来 反手关了门 再回头一看 他哪里是从普吉冠出来的 身后头分明是一间小客栈 这一步只怕是跨了千里之远 这便是缩地树的神奇与方便之处了 几个路人路过 嘀嘀咕咕地瞅着他们 甚是戒备 这时只听三郎在他身后道 据古吉仔 月晨之时向北极星的方向一直走 就会看到半月锅 哥哥 你看 他指着天空倒 北斗星 谢连仰头看看笑道 北斗星 好亮啊 三郎来到他身边 与他并肩 望了他一眼 也抬起头来笑道 是啊 西北的夜空 不知怎么的 似乎比中原的更殊老些 谢连表示赞同 他们在这边一本正经地讨论夜空和星星 后面两位小神官 则简直匪夷所思 南风道 他怎么也在这里 我看这奇门顿甲很是神奇 所以顺便跟过来参观一下 三郎无辜地道 参观 你以为我们去游玩的吗 谢连柔柔眉心道 算了 跟过来就跟过来了 他又不吃你们的干粮 我带的也应该够了 三郎 你跟紧我 不要走丢了 好 三郎乖乖地点头道 这试吃谁干粮的问题吗 哎呀 南风 大晚上的大家都睡了 办正事 办正事 不要在意那么多了 走了走了 四人顺着北斗星的指引 朝北方执行 走了一夜 一路的城镇与绿翼渐渐的稀少 而路面上的沙石渐渐增多 等到脚下踏的再也不是泥土石 这才进入了戈壁 运用缩地树 虽然可以一步千里 但是跨越的距离越远 消耗的法力也越大 下一次启用此树的时间 便也间隔的越长 南风用了这一次 起码有四个时辰不能再用 而且既然南风已经消耗了一波法力 出于战力的预期考虑 谢连他不会让扶摇再用一次 这是为了以防万一 总得有个人 他背着是法力充沛的 荒漠之地 昼夜温差极大 夜晚冷一筋骨 这些都还算好 到了白天 又全然是另一派感受 此处的天空极为干净 天高云输 但是日光也是极其的锚烈 一行人走着走着 越走越像是在深入一个巨大的蒸笼 地心里冒出腾腾的热气 仿佛走上一天 就可以把活人给蒸熟了 谢连靠着风向 和一些缩在岩石脚下的植被辨别方向 担心有人跟不上 走一段便回头看看 南风与扶摇非是凡人 自不用说 三郎却是让他看得笑了 烈日当空照 那少年狼把红衣外袍脱了下来 蓝蓝散散地遮着太阳 神色慵懒中带着点倦带 他皮肤白皙 发丝漆黑 红衣这么一遮 遮在脸上 眉梢更显绝色 谢连把斗笠摘了下来 举手往他头上一扣 道 这个借你 三郎一愣 半赏笑道 不必了 又把斗笠还给他 谢连也不跟他互相推辞 既然不需要 也就没有再勉强 道 有需要再找我要 扶了扶斗笠 继续前行 再行的一阵 一行人看到前方黄沙之中 有一座灰色的小楼 走近一看 似乎是一间废弃多年的客栈 谢连抬头望了望天 算着已经过了五时了 马上就要到未时 按现在来换算的话 就是 十二点已经过了 马上要到一点钟了 怕是一天之中 最炎热难挨的时辰就到了 而且他们已经走了一夜 是时候该休整了 便领着其余三人进去 看到楼里有一张方桌 便围着坐了下来 谢连从背后简易的行囊里 拿出了水壶 递给三郎道 要吗 三郎点头 接过喝了一口 谢连这才拿回来喝 他仰头咽下几口清水 喉结上下滚动 喉结阵阵凉意涌过畅快之急 三郎在一旁一手支塞 似钉非钉 过了一会儿忽然道 还有吗 谢连试了一下 唇角沾到的一滴清水 微微湿润 点点头 再次递出水壶 三郎正要去接 这时一只手隔开了谢连 拿着水壶的手 且慢 扶瑶道 众人望他 只见扶瑶缓缓缓地从袖中 取出了另一只水壶 放在桌上 推了过去道 我这里也有 请 谢连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扶瑶这般性子 怎么愿意和别人同享一个水壶呢 想起他们昨夜说 要再试探一番 那这水壶里装的 必然不是什么正经的水 一定是现行水 这种密药之水 如果是普通人喝了 全然无事 但若不是人 喝了便会在药水的作用之下 现出原形 他们既然要试探 这少年是不是绝 那这一壶现行水 必然威力不小 但只听得三郎笑道 我和哥哥喝一个水壶就行了 南风与扶瑶 都看了一眼一旁的谢连 谢连心想 你们看我做什么 扶瑶冷声道 他的水快喝光了 你不要客气 是吗 那你们二位先请 那二人都不作声了 半赏扶摇又道 你是客 客先请 他虽然说话 还是那副斯文秀气的模样 但谢连总觉得 他这一句 是咬着牙 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三郎也做了一个请的手势道 你们是从 你们先请 不然多不好意思啊 谢连听他们在那里 星星座太来 星星座太去 最后终于开始动手 三人隔着一张桌子 同时在一只可怜的水壶上 暗暗发力 推来推去 只觉得自己手下这张 隐隐发颤的破桌子 恐怕是要提前的寿终正寝 摇了摇头 暗暗逗了几个来回 只听扶瑶冷笑道 你既然不肯喝这水 莫非是心虚了 你们这般不友好 又不肯先喝 岂不是更心虚 莫非是在这水里下了毒 你大可以问问你旁边那位 这水里有没有毒 哥哥 这水里有毒吗 三郎便问谢连 谢连 觉得扶瑶这问题 问得实在太狡猾了 现行水 自然不是毒药 普通人喝了它 同喝水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谢连只能答 没有毒 不过 好 一句喂完 三郎竟是直接松手 拿起了那水壶 既然哥哥说没毒 那我就喝了 言霸 笑着一饮而尽 谢连没有想到三郎竟会这般干脆 一时争住了 南风与扶摇也是一愣 随即全神戒备 谁知道三郎喝完了那壶现行水 晃了一晃到 味道 味道真不怎么样 随手一丢 哐唐一声 水壶在地上摔了个粉碎 见它全无异撞 扶瑶的脸上闪过了一瞬的惊异不定 须疑 详装淡淡的倒 清水而已嘛 岂不是都一个味道 能有什么区别 三郎把谢连手肘边放着的那只水壶拿了过来倒 当然不一样 这个就好喝多了 见状 谢连忍俊不惊 自己是当真结果如何都无所谓 并不在意所谓的身份目的 所以这番乱斗在他这儿 除了有趣之外 并无意义 他以为本该就此消停了 可谁知 哐的一声 南风把一柄剑放在了桌上 看他那气势 乍以为还要现场杀人灭口呢 谢连道 你这是要做什么 南风沉声道 要去的地方危险 送这位小兄弟一把利剑防身 谢连低头一看 这把剑 剑鞘古朴 似有多年岁月的魔力 非是凡凭 心头一震 弗勒鹅转向一边心道 居然是红镜 红镜 就是这把剑的名字 红色的红 镜子的镜 这红镜可是一把宝剑 他不能想要抚魔 不过任何的妖魔鬼怪 却都逃不过他的法镜 只要是非人之物 将这红镜一拔出 他的剑刃便会慢慢的变成红色 这说明妖怪的ph值在4.4以下 妖怪都是酸性的 ph是指酸红简蓝就是这么显示的 但这把毕竟是宝剑红镜 它和ph是指的区别在于 飞弹妖物在拔剑的时候 剑会慢慢的变成红色 像血液弥漫了一般 而且血红的剑刃上 还会倒映出拔剑者的原型 任你是绝是凶 无一幸免 少年人对于宝剑 总会有格外的亲眼 好 我看看 三郎一手握住剑身 一手握住剑柄 缓缓地将剑往外抽出 南风与扶摇四只眼睛 紧紧地盯着他的动作 那剑 出跳三寸 剑风雪亮 没有变红 半晌 三郎轻轻地笑了一声 道 哥哥 你这两个仆从 莫不是在和我开玩笑 哎呀三郎啊 我说过了不是仆从 说完了这句 谢连又转过身 南风则冷声道 谁跟你开玩笑 一把断剑如何放身 说完将那剑插了回去 丢在桌上 闻言 南风没风一领 猛地握住剑柄拔出 只听得 噔的一声 他这手上便多了一把锋利 森寒的断剑 这红镜的剑刃 竟然是从三寸以下便断了 南风的脸色微变 再把剑翘拿在手上 往地上一倒 只听得叮叮当当一阵响 剑翘那剩下的剑刃 竟然全都是断为数节血量锋利的小碎片 红镜能够辨别所有的妖魔鬼怪 这是不假的 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东西能够逃出他的法眼 但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什么东西能够将他隔着剑翘 便断为数节 你 南风与扶摇 皆是指着三郎说不出话来 三郎哈哈笑了几声往后一靠 黑靴架在桌面上 拿了片红金的碎片 在手里抛着玩道 想来你们也不至于 故意拿一把断剑来给我防身 也许是路上不小心弄断了吧 别担心 我不用剑也可以防身的 剑什么的 你们自己留着用吧 谢连则是完全无法直视那把剑 说起来这旗剑红镜 原本乃是军无的一件藏品 谢连第一次飞升的时候 有一次去神武殿玩 在他那里看到了 虽然觉得不怎么实用 但却也蛮有趣的 军无便把红镜送给了他 后来被贬 有段时间实在过得困难 混不下去了 他便让封信把这柄剑给荡掉了 没错 荡掉了 荡掉之后呢 换来的钱 够主从二人吃好几顿的了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谢连那个时候荡掉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干脆全部都忘掉 免得时不时想起来心头都会滴血 想来可能是后来风信飞升 想起这么件事 实在受不了红镜流落凡间 便又下凡去把剑给找了回来 磨了磨擦了量 摆在南洋殿又被南风给拿了下来 总而言之 谢连看到这把剑头就隐隐地作痛 只能转移视线 他感觉那三人又掐上了 摇了摇头 认真观察屋外的天气 心道 看这势头 待会怕是又要起风沙了 若是今天再走下去 不知道路上还能不能找到避风之处 诶 谢连一下子坐了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这时屋外灿灿的金沙之上 忽然两道人影一闪而过 那两道人影 一黑一白 形色并不如何匆匆 甚至可以说是从容 但足下 如踏风云行得极快 黑衣的那人身形纤长 白衣的则是一名女官 什么是女官呢 不是女官员 这个官就是冠军的官 女官 女官指的是女的道士 这是唐代的时候给起的名字 也叫做女皇官 因为唐代的时候女的道士都戴这个黄色的帽子 皇冠 这是作者讲究的地方 因为男子戴官 女子是不戴官的 但是女道士她要戴这个黄色的帽子 所以是叫女皇官 简称女官 而且正统的道教里面 不称道姑 是我们普通的人叫道姑 就像我们叫尼姑 但是正统佛教里面是要叫比丘尼 不叫尼姑一样 所以这个女官是说女道士 这名白衣的女官 背负长剑必挽浮沉 那名黑衣人头也不回 而那白衣女官 却在与这座小楼错身而过时 回眸一笑 这笑容便如他们的身影一般 一闪即逝 但又无端端的横生了一股诡诀奇异之感 谢怜一直盯着外面 这才恰恰捕捉到了那一幕 小楼内其余三人 却大概只看到了他们的背影 别的都暂且顾不上了 南风豁然起身道 那是什么人 谢怜也站了起来道 不知道 但肯定不是普通人 你们先别玩了 我看这风要大 先赶路吧 能走到哪儿 是哪儿 好在这一行人 虽然时不时的鸡飞狗跳一番 但该做事的时候 还是铁了心的做事 当下便不再较劲了 收拾了红镜碎片 便走出了小楼 四个人顶着风 行了一阵 这一阵大约走了两个时辰 可走出的路 远远比不上之前的两个时辰 因为那风沙比之前的要大了许多 狂风里裹着沙子 劈头盖脸的打在人身上 打得人路在外面的 头连手臂都隐隐的做痛 所以越是走 越是感觉艰难 耳边是呼呼作响 黄沙铺天盖地 这个视野也变得很差了 事物不清 谢连压着斗笠道 这风沙来得好生古怪 半晌 无人应答 谢连心道 莫不是都掉队了 可回头一看 三个人分明都还好好的跟着 只是仿佛根本没有察觉到 他方才说了话 原来是这风沙太大 一开口说话 连声音都被刮走了 南风雨扶摇 自然他不用操心 顶着乱风狂沙 照样是走得稳稳荡荡 杀气腾腾 而三郎 一直跟在他身后五步之处 不紧不慢地走着 漫天的黄沙之中 那少年神色无波无蓝 副手而行 一身红衣与黑发 乱舞斜飞 仿佛根本受不到任何风沙的清洗 全然不为所动 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谢连都已经被沙子打得脸上发痛了 对他道 当心沙子进了衣服和眼睛里 再一想 他也听不清楚自己说什么呀 谢连便直接走了过去 帮他把衣服领子收了一收 过了严实 为的是不让风和沙子灌进去 三郎又是一争 这时另两个人跟了上来 四人距离较近 总算是能勉强听到彼此的声音了 谢连道 大家小心点 这风沙来得太突然 不大对劲 怕是真妖风邪气 扶瑶道 不过是风和沙子大了些罢了 除此之外 还能怎么样呢 风和沙不可怕 怕的是沙子里夹了别的东西 正在此时 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 吹得谢连头上斗笠飞起 那斗笠一旦飞了 便要彻底的消失在茫茫的黄沙之中 三郎反应其敏 伸手其快 一举手 便把即将飞向天空的斗笠给截住了 再次递给他 谢连谢了谢 一边记着斗笠一边道 我们最好还是先找个地方避一避 扶瑶却不赞同 这风沙若当真有鬼 目的就是想阻拦我们前进 若越是如此 越应当前行 文言谢连还是没有说话 三郎却先哈哈笑出了声 扶瑶一抬头 冷声道 你笑什么 故意和人反着来 是不是给你自己一种十分特立独行的满足感啊 谢连之前就觉得 这少年虽然总是在笑 但时常叫人分不清 他到底是真心实意 还是在故作恭维地嘲讽对方 但这一次任谁都能看出来 他这笑容半分都不带好意 扶瑶的目光骤冷 谢连举手道 你们先打住 有什么话 待会再说 风真大了 也是很恐怖的 哼 还能把人吹上天不成 这 这非常有可能的 话音未落 他前面的几个人 便突然消失了 事实上 消失的不是他们三个 而是谢连 这风沙 是真的把它给裹起来 并且卷上了天 龙卷风 谢连在半空中天旋地转 一挥手道 若燕 抓个坚实可靠的东西 若燕搜地飞出 下一刻 谢连便感觉白灵那一端一沉 似乎是缠住了什么 扯住了他 谢连好容易在半空中定住 低头一看 他居然是被狂风 带到了距离地面 起码十丈高的地方 若不是若燕抓住了地面上的什么东西 只怕他会飞得更高 现在谢连犹如一只风筝被一根线牵着 扑面的黄沙之中 他一面抓着若燕 一面勉励去看若燕到底抓住了什么 看着看着 他终于辨认出了一道红影 若燕的另一端 似乎正缠着一个红衣少年的手腕 他让若燕抓住一个坚实可靠的东西 若燕居然抓的是三郎 谢连哭笑不得 你说你抓棵树 抓块大石头也就算了 你抓住个少年郎 这龙卷风多大 到时候一刮 连三郎一起上去了 正想让若燕赶紧重新抓一个 只觉得腕上的白铃猛的一松 谢连心中暗暗的叫 糟了 这种突如其来的感觉 并不是若燕的另一端被松开的 而是更可怕的事发生了